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 执行力是训练出来的 作者吉恩海登 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执行力可以训练出来 因为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执行力不行 大部分的人都高估了自己的执行力水平 执行力其实不需要好运辅佐的 有人说的好 说什么叫运气啊 就是你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我们建好了梦幻之地之后 我们还要想方设法 让人们光顾 执行力就相当重要了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思想 当成是一辆漂亮的自行车 然后我们可以非常的喜欢它 不断的擦拭它 不断的维修保养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 这辆自行车带我们去某一个地方 我们就必须要骑上它 用力的往前蹬 执行力就好像骑自行车 在骑的过程中 有可能摔倒爬坡的时候 可能非常的吃力 下坡的时候也可能有危险 但是你知道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越来越靠近我们的目标 执行力要有信心也是很重要的 而信心呢 是靠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 要有现实的意义 是可以实现的 并且我们要知道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这两个知道会影响我们的信心 在拿破仑西尔思考致富者们书上 提到成功的第一条件 就是要渴望 获得成功啊 那个动力不是需求 而是渴望 需求谁不需求呢 每个人都有需要 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再增加一个 满腹牢骚的人 提到执行力 刚才分享过 让我们欣慰的是 执行力啊 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 如何提升我们的执行力呢 每天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呢 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实现我的目标呢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有些人感觉自己在执行的时候 常常会左右摇摆 非常的纠结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呢 有 有时候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要做这个呢 还是做那个 要不要做呢 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问自己这两个选择 哪一个选择可以给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你就朝向那个方向选择 八九不离十是正确的 我再强调一次 哪一个选择可以给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你实在不知道如何选择 你可以根据这个方向来选择 以后也再问自己问题 为了贯彻这个目标 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如果不贯彻执行这个目标 我又会付出什么代价 执行或者是放弃这个目标 哪一个会给我更好的结果 当然了 我们是要追求更好的结果嘛 另外我们也要学习判断计划的意义 有时候你把你的计划和别人分享 有些乌鸦嘴呢 不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把你的计划批评的是体无完肤啊 哎呀很多人在做了 别人知识比你更丰富 财力更雄厚 这个世界需要你这个计划吗 其实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算我们和别人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和别人做的也会有差别 起码我们这张脸跟别人就有差别 对吧 不是这个世界是否需要你的计划 而是我是否应该执行我的计划 我执行这个计划会不会让我的生活 变得更有情趣更加快乐 就算其他人不理睬 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加快乐 那不是很好吗 对你的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有些人会放弃目标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短暂的热情过后 他们发现 哎呦 这个工作 这件事情 不像我原来想象那样 可以给我带来心灵的大震颤 所谓激情 激情这个词语 它起源于拉丁语 在公元二世纪出现的 当时的人用激情这个词来描绘耶稣极度渴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内心感受 这种内心感受就被称为激情 不过我们呢 不要指望所有时间 我们都拥有激情 激情呢 就好像巨大的海啸一样 突然爆发 兜头盖脸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可是顷刻之间呢 又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 让我们呆若目击 这是激情的典型特征 持续的时间呢 十分的短 所以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地震和永远的发高烧 同样的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拥有激情 激情和兴趣不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做我们感兴趣的事 但是感兴趣的事也不代表每时每刻都会有激情 就好像我喜欢看书 但是看着看着 有时候我也会感觉无聊 有时候也不想看 不是看书每一天都很有激情 只是我喜欢看 所以能坚持看 但不代表我看书都很有激情 不是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要求 强求自己 每一天必须过得绝对精彩 充满激情 每天都想打了鸡鞋一样 这也不正常 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比较平稳的 安静的 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 所以不要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 我必须要求自己每天充满激情 如果标准定的太高了 失望是必然的 所以不要因为缺乏激情 就阻止了你前进的步伐 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激情永远存在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能遭遇逆境 那怎么样坚持下去 一定要有信心 信心很重要 要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耶稣还说了一句话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他强调了信心的能力 如何提升帮助我们的信心呢 有一个办法 在你感觉很无助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个强大的人 或者一只强大的动物 鸟类当中我比较喜欢老鹰 然后动物当中 我很喜欢一无所惧的狮子 你想象自己好像狮子一样 老鹰一样 想象老鹰 狮子 如果面对这件事情会有啥感觉 姿态是怎么样的 状态是怎么样的 面部表情又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要表现出来这种勇者的心态 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像一位空手道高手那样 对动摇军心的恐惧怀疑 可以痛达一番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感 这是本能 如果没有恐惧感 可能很多人生存不到今天 那我们如何来反击怀疑和恐惧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设计一些鼓舞士气的战斗口号 当有些恐惧 试图让你放弃计划的时候 你可以大声的喊着说 这一次不行 或者你感到内心信心不足的时候 你可以喊出一句口号 看我的 这都可以帮助你 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内心 住着一个内心批评者 总是对你所做的事情指指点点 让你放弃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拿一张纸 我知道很多人很会会画 你可以把内心批评者的嘴脸画下来 他眼睛长得怎么样啊 他的面部表情怎么样啊 你可以把他的眼睛画成独眼龙 为什么 他只看见做事情的难处 他没有看见这事情的机会 他的面部表情怎么样啊 他的头发长得怎么样啊 下一次你内心怀疑的声音 批评者的声音出现的时候 你就把这幅画 或者在脑海里绘画成这幅画就行 拿出来说我绝不听你的 我不同意你的 不同意你的观点 这也是一个办法 有些人的是宿命论者 什么叫宿命论者呢 只要遇到拦阻 阻碍 只要不能实施 他就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承认有上帝的安排 但是不是说每一次遇到困难 嫌阻 不是每一次遇到阻拦 我都认为是上帝在拦住我 这样是对上帝的误解 这种说法 有时候会变成一种 安慰人的手段而已 反正是上天安排吧 这样让那些没有执行力的人 内心会感到好受一些 另外我们也千万不要说 都是你占用我的时间 所以我的追求没有实现 我被你拖累了 没有人有义务承担你的失败 不要指望别人向你道歉 或者同情 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 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有些人说 哎呀 没到时候啊 没有理想的时间 事实是永远不会有执行计划的理想时间 我们应该行动 然后呢 不断地完善这个计划 就好像我们和牙医约好了看病的时间 我们得严格旅行时间吧 对于你所定下来的计划 也要和牙医约会一样 要严肃的对待 然后不断地完善这个计划 就算遭遇疲乏还要追赶 在疲乏里面呢 还要保持战斗力 很多人都很喜欢归兔赛跑的预言故事 可是各位在现实生活中 精力旺盛的人 他是不会老打瞌睡的 牛顿运动定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任何一个作用力都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事实上 如果你停止不动 你认为 你所有的就能够维持吗 停止不动 你有的会慢慢变少 最后没有了 所以没有静止不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停下来 就是要执行 要行动 能量创造能量 你说我下班回来很累了 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 去跑步 可以增加能量 跑步要花力气吧 可是花了力气 就会创造出更多的力气 这就是能量创造能量 另外呢 如果你感觉很疲劳 可以用想象力来帮助你 想象一下你达成目标的情景 很多人就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 又充满了干劲 人的舌头说话很重要 要宣称说我还有力气 可以学习 可以创作 非常重要 很多人为什么感觉那么累 都是大部分是因为心理暗示的方法 让自己疲倦不堪 哎呀 我太累了 哎呀 我累的都站不起来了 我好困好困的 结果他真的累了 如果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对待那个计划呢 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 精心的培育 对待孩子是需要花时间的 每天抽时间要陪他 照顾他 对待我们的计划 每天也应该抽时间照顾他 陪伴他 我们也可以利用休整的时间 常常问自己 如果怎么样 如果发生什么 结果会怎么样 来刺激自己啊 想出一些执行力的办法 我们也给自己常常放个价 来发展我们的直觉 甚至有可能只是坐下来 呆呆 顶着一个地方看 有时候反而灵感来了 有些人感觉自己执行力不强 有一个办法 可以快速学习做一些决定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要吃什么 五到十秒马上做出决定 这样训练你快速做出决定 就会有机会听到直觉的声音 也可以在脑海里面上演一部电影 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主角 做你想要做的事 那其他人呢 则如你希望他们在现实中表现的那样表演 这样会让你充分的接触自己的情感和创造性 我们也可以把多年以来 别人鼓励你的话写下来 越多越好 每当你感觉自己啊 害怕信心不足的时候 就想想这些话 别人鼓舞你的话 来鼓舞自己的事情 有没有别人说 你唱歌很好啊 把它记下来 某人曾经鼓舞过你 等你啊 感觉气馁的时候 就想想别人夸赞过你的话 这也是个办法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放弃一个目标计划 不再执行了呢 是因为执行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繁琐的小事 任何大事里头都要做小事的 小事看态度 大事看坚持 小事看态度 大事看坚持 所以在大事里头 繁琐的小事 常让人呢 反不胜反 不胜其反 那怎么办呢 在你感觉为这些小事烦恼的时候 你可以脑袋里面想象 已经达成目标的那个结果 你可以庆祝一番 想象力总是可以帮助到我们 也常常提醒自己 耐心也是一种行动方式 我们忍耐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行动了 有些人天性比较急躁 那他如何贯彻执行力呢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意外 在商场购物 大排长龙 然后呢 要花一点时间 滑手机吧 有时候无头苍蝇一样 不知道该学什么 等待有时候会毁灭机器 因为在等待状态的时候 你感觉自己失去了控制的能力 那怎么办 好像对一个大环境你控制不了 可是小的事情也可以控制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是随便滑手机的还是看一段文章的 你可以控制 我可以控制我的态度 我应该怎么样反应 或者打几个电话 建立一下人脉都行了 所以小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赶快排几件小事情 立刻去做 这样的通常能够扭转我们的心情 为什么人会挤躁呢 挤躁的背后有的时候是一种恐惧感 我们就怕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就怕不能实现目标了 所以挤躁背后常常是没有信心 信心和恐惧是烦的 所以不要怕只要信 这是耶稣常讲的话 不要怕只要信 恐惧和信心是互相排斥的 你有信心就不会恐惧 恐惧来了 信心就被挤走 所以一定要坚持信心 回到信心里头 非常重要 挤躁背后是一种恐惧感 父母很多时候很挤躁 背后有一种恐惧感 就怕担心孩子会怎么样 哎呦你再不学习 你将来还行吗 心里面有一种恐惧感 所以要有信心 人就容易温和 现在我们要进入总结了 要总结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有执行力 为什么我们要去执行 为什么要去尝试 可能有些人觉得 不尝试会更安全 没错 好像是更安全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不尝试 不尝试 你内心会质疑自己 你会认为自己是个懦夫 当然我也不是叫大家 做个盲夫 去盲从 去冲动 不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失败 对我们的伤害 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样严重 我已经尽力了 这句话常常是一枚 值得骄傲的荣誉勋章 而我没有尝试 有可能是人生经历的 一个污点 有一位很受欢迎的 花样滑冰教练 他说 他说我并不在乎 某一个人跌倒多少次 而在乎他们多少次站起来 有些人知道摔倒了 不能全部怪自己 这位教练说 我只和这样的人合作 他们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 有两个问题 你要么问自己 我为什么失败 结果呢 你对自己就放不过自己 就自责 还有一个更好的思维 更强大的思维 那就是问自己 我如何能够改善结果呢 这样减少自责 也让你尽快的学习新的知识 着手处理问题 这不更好吗 我们也常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为什么对失败 还这么恐惧呢 好像从伤口上 撕下创可贴一样 为什么呢 其实失败 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久而久之 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一直不去选择 不去执行 不去尝试 那是最糟糕的 所以有时候 对于不选择来说 唯一糟糕的选择 就是不做选择 所以希望大家 在该做的事上 你感兴趣 你擅长去做的事上 努力的去执行尝试 我相信 你瞄准老鹰 最少也会射到兔子 希望今天晚上的分享 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 祝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